美惠目前在第三次过溪 目前更亲近小观音山的抹茶山林 哇,你都被淹没了 大家好,今日行程三板桥起登 往甘尾轮山续行小观音山西北峰下大屯溪古道完成大欧行 进入小观音山西北峰需路缘申请 影片中也有说明不需申请的路线 沿途插入众多,请务必下载轨迹图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板桥 这是建于青铜制年间的一座古桥 我们下去看看咯 三板桥是由三大片石板组成 桥长大概18公尺 宽大概1.3公尺 横跨大屯溪 过三板桥的右手边 换一个封册 左边是一个封册 可以在这边先上个洗手间 导航三板桥往前续行约一分钟即可看见左侧两个除水塔即抵达登山口 大家早安 美惠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在哪里呢 甘尾轮山的登山口 山枝 刚才从三板桥过来这边 我们就会从我右后方的这边开始起登 会先上到甘尾轮山 然后会续行往小关山西北峰 然后会下到防明线3号2号1号 会绕一个 然后就会接到大屯西古道 会绕一个欧阵行 早上7点多了 我们也准备出发了 那我们加油咯 美惠你是在做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会进到阳明山的鹿脚坑生态保护区 小关山西北峰 所以必须办理路员申请 那我现在在线上报到 对因为我们有事先申请 登山口清除的指标 蛮大的腹地可以停车 从停车处登山口上来 领途蛮多的路条 杂木林路段 旭日东升 蜘蛛面膜挡路 人面蜘蛛 清脆的鸟叫声 路径上有不少的导墓 上来十分钟 抵达碳摇遗址 我们下去看一下咯 那边 也可以爬到碳摇遗址的上方 起登到这里大概20分钟会有一个歪字路 那两边的路都可以走 只是走的话会走源流古道 那右边会走大屯西古道 那指标这边也是写甘尾轮的登山口 那我们先会 我们取幼好了 先大屯西古道走 美惠怎么停下来了 穿山甲的洞 哦 这个土还蛮新的 刚拨上来的感觉 早安 穿山甲 有风 你看 路脚都在晃了 是啊 还蛮舒适的路径 对 晚上坡 不知道 有没有 听到 沙沙的风声 好凉爽 目前是走在一段 人线路径的感觉 很漂亮很漂亮 好舒服哦 没错 好舒服哦 好凉快哦 精凉 精凉 对 7点46分 抵达 第二个插入口 右下 就是往大屯西古道 但是我们今天要先上甘尾轮山 所以我们要走左边 三 二 往甘尾轮山 小细拉绳 国家公园分区建 对吧 没错 好 上到一段人线路径 这里 这里就是刚刚 插入一 两条路径 快捷在这里 所以你刚刚如果走左边上来也可以 就会到这个 国家公园 借杯这里 现在时间7点51分 国家公园借庄 这两条路进交汇处 至高尾人山 还要150分钟 更正应该是包含到菜头人山要150分钟 过刚刚的插入 沿途就是缓上坡 我在美美的森林里 很舒服啊 没错 外面 35度 在这山林里面 我们快要被风吹倒了 超凉爽 怎么会这样风来这么多 哇 这风的声音 就像是海浪般 原来这里 山枝比较靠近海岸 风比较大 吹来超舒适的 保安邻居 保安邻居 持续循着轨迹图前进 没有会定位通 路径左侧超大的观音座连绝 8点15分 细拉伸 抖身路径 细拉伸上来是飙汉坡 可以代表是 要开始飙汉的意思吗 同音同音 那就是很陡了 没错 要开四轮船动哦 哇 飙汉坡上来 就是水鸦角秋海棠 来迎接登山客 哇 满满的右边一大片都是 飙汉坡上来 都是岩石泥土路径为主 就是这样子的路径 就是这样子的路径 真的蛮陡的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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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在岩石区奋战中 飙汉飙汉 树干上的木耳 好吃哦 山上不可以随便摘取哦 不知道有没有毒 这是上干尾轮山 最危险的边坡路径 好小心哦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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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点50分 抵达一个岔路 右边是往熊威岭的方向 我们先去摸 甘尾轮山的基点 走 好 好 哇到甘尾轮山了 海拔886 这里就可以看到台北的抹茶山 小观音山群峰 我们上来看一下 漂亮哦 哇 今天出大景 看得到远方的烈天山 反射板 小观音山群峰 超美的抹茶山 这是最大的火山口 太美了 蓝天白云 雷达站 山之外海 山之外海 现在时间8点49分 甘尾轮山 我们从甘尾轮山下来 在这边写的熊威岭一分钟 我们先去看一下熊威岭 对 这一段来回走 我们去看一下熊威岭 再 回来到甘尾轮的基点 真的一分钟 只是这个标牌 已经掉了 那这里都被树包围 可能这个树凤 可以看到观音山 所以才叫熊威岭 是啊 但是目前可能来的人比较少 我们再回到往甘尾轮山上去 那路径是上甘尾轮 就要钻芒草出去 要离开甘尾轮山 对 那就是从前面这里 要钻芒草 芒草路段 芒草路段大概十公尺 就是持续的抖下 少许的芒草刷脸路段 哇 出来又豁然开朗 嗨美慧 有 你在芒草堆里 对啊 这边要小心走哦 好哦 小心找一下大型好哦 好哦 哇 哇 风小小溪 地水寒 超凉爽的 哇 这个风好像有台风哦 对啊 好棒哦 可是很凉快 真的是靠近海边的好处吗 好凉快 好 再度进入芒草区 对啊 都看不到路了 对啊 要拨开芒草 对 看来很久没有人来整理 对啊 来到必拍的大岩石平台 哇 视野超开阔的 真的 这里 对 漂亮啊 超美的 美丽的抹茶山 小观音山 火山口 现在要离开 必拍的延时平台 是一个抖下的拉绳路径 好拉紧哦 好 回路刚刚大岩石下来的路径 那有一条蛮新的绳索 是要小心 OK 好的 美丽的蓝天白鱼 这是必拍的延时平台 刚刚影片 我倒着下来的路径 洗拉绳 我们继续往前 目前是走在人线路径上 不太晒得到太阳 人线路径左侧的大石壁 岩石区 来到的这个岩石区呢 很重要 来到的这个岩石区呢 因为这个岩石区呢 执行就是往小观音山西北峰 那上西北峰是进入 阳明山路脚坑的生态保护区 那走右下就会下大屯西古道 那你下大屯西古道 就不用申请 所以如果你没有申请的人 你可以从这里 右下大屯西古道 一样可以绕一个欧字形 那我们有申请 所以我们今天会先上西北峰 从西北峰那边 会经过三号防明线 下到大屯西古道 很重要哦 所以我们现在 要执行 走西北峰的人线路 出发 快点哦 现在时间9点34分 执行往西北峰 需申请生态保护区入园 芒草区 茂密的建筑路径 但路径还是很清楚的 留意脚下 没错 走在建筑林里啊 是啊 这段路径的建筑林 也太长了吧 没有啊 走这么久还没走完 前面还有 看得清楚路径吗 看不太到 走慢一点 好 哇 你都被淹没了 对啊 诶 转头就看不到人了 是啊 哇 哇 还是一样耶 哇 可不可以这样子 流到西北峰吧 等一下 你都知道了 哇 好厉害哦 9点47分 上来到一个岔路 有左线跟右线 我们先看右线往哪里 右线往北北峰要20分钟 那左线呢 左线去往西北峰 我们今天的路线 上西北峰的斗伸拉绳路线 加油 你会 好 快到咯 拉绳上来 再度看到 小观音山山外的美景 但是 我俩是在建筑海中 持续 留意脚下的路径 从刚刚 西北峰跟北北峰的岔上来 三分钟就会到 小观音山西北峰 海拔 951公尺 开心抵达 环境超美的 环境超美的 先看一下我们刚刚的来时路 是啊 刚刚的 岗尾轮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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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之外海 目前更亲近 小观音山的抹茶山林 就是这么的美 就是这么的美 现在时间9点52分 小观音山西北峰 现在10点钟 我们要离开小观音山西北峰 再回到刚刚的跟北北峰的岔路口 西北峰下来不到一分钟 再回到这个岔路标牌处 目前我们再接回刚刚的北北峰的岔路 那我们是没有走北北峰 但是我会往北北峰方向走 等一下会有个岔路往右下 就可以去衔接大屯心 走咯 走咯 从西北峰岔路下来不到两分钟 就会接到这个标牌 目前要往3号柱的方向 续行往下 目前路径还都没有离令的状态 下来到刚刚标牌说明的 左线跟右线路径 左线往下就是到2号的防密桩 我们会取左往2号防密桩 及3号防密桩的方向 现在时间10点06分 我们取左往防密3号柱 后面好美哦 不要忘了回头看一下 这美丽的抹茶巨石镇哦 对很漂亮 很漂亮 从刚刚那个岔路下来 那刚刚那个岔路呢 如果你取右 也可以往大屯溪古道 那我们是想要多走一点 因为天气很好 所以会绕比较大O型的 这一段路径下来 都是石头路耶 对比较不容易 难怪乳地图上说这一段叫做什么呢 那美惠 尖南路线 尖南路线 过刚刚的所谓尖困地形路线之后 之后就是康庄大道了 10点33分 抵达一个岔路 这里是往 刚刚我们上去的西北峰 以及要往北峰的岔路 但是热和丸童 现在要持续往 3号柱的方向前进 10点38分 抵达3号防密标志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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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豚西古道防密标志 这边可以听得到很清脆的大豚西的声音 蚕蚕流水声 那这个地方呢 你如果走 左边呢 会往西峰 我们现在要走右边 会往防密2 的方向 现在时间10点38分 防密标志3号 现在时间10点40分 我们休息完毕 要离开3号防密标志 要离开3号防密标志 往前续行 好走喽 过3号标志 就是沿着西旁边 运行前进 2号楼 现在10点45分 这一段零像很美哦 我们看一下2号 2 大豚西古道防密标志 离开2号防密标志 要过第一次 西 今天是穿传统的雨鞋 有三栋 有三栋 有三栋哦 里面有三顶栋人吗 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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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没问题 看你前面 这一段的大豚西水好美哦 超美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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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绿素 抹茶巨石 清澈的溪流 10点54分抵达西北峰跟西峰岔 没有申请路员的话 就会走红色的虚线 回到目前的位置 接大屯溪古道 可能最近都像午后雷震雨 大屯溪的溪流非常的安活 下来会看到这一颗大石头 但是美惠有什么要留意的吗 我们的路径要右转 要右下 可是我们走左边去看着很美丽的步骤 对我们上次来也是先去看那个 这就是华铺的秘境 这是真的的汤果水料 就是真的粉 加油不要错过 在这巨石的旁边 左方这颗巨石 我们续往下行 才是正确的道路哦 11点05分抵达西北峰及清凉岩的岔路 我们续执行 左下方有口径 可以清净西畔 小溪建 我们要去执行 但是忍不住 太多途径 可以清净到西畔 我们就先下来看一下 先享受 非常的清澈 在阳光照射下 过刚刚清凉轮差一下来 夏天到西畔 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休息的腹地 我们上一趟 也是在这边休息吃午餐的 怀念的好所在 好美的地方哦 超舍不得离开的 下次再相会咯 我们再回到主干道上 美惠目前在第二次过西 有绳索可以拉 第三次过西 这滑铺也太漂亮了 太美了 太美了 现在时间11点25分 我们也休息够了 要离开这美丽的瀑布 哇 美惠还舍不得离开 我们在这边停留好久哦 很漂亮 有人舍不得走了 只好又停下来了 南山林就是这样吗 没错 碰到美景真的有多提劲果 没错 看来今天大腿西古道 要走很久很久 起得目前在第四次过西 沿着西畔真的是美景无敌 好漂亮哦 对啊 臭臭是美景 十一点三十二分 来到一个岔路 右边有往下的路径 左上有路径 原来这里是金雀遗址 哇 左边超斗的绳子抖升 到哪里啊 这就是清风轮登山口 大家看一下 就是持续的抖升 在这旁边 是金雀遗址 就是在它的正下方 就是这个凹洞的位置 当初的金雀遗址 现在时间11点33分 取执行 左往清风轮不取 离开刚刚的金雀池遗址 旁边都是左坎 左坎的下方也是一个之前的金雀池 非常的大 我们再继续回到主办道 金雀池遗址 金雀池遗址的区域 左侧一直会看得到这些波坎 金雀池遗址 这个池更大 这一区都是金雀池遗址 这是刚出的石器遗址 离开石器遗址 我们再回到主干线上 这沿途就是非常多的金雀池遗址 在这下方 非常的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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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主干道 离开金雀池遗址 我们再准备要第五次过溪 这边 路径在对面 OK 这边 我先推进去 这边 先鑽過寶墓 這邊的過溪比較複雜 準備第五次過溪 路徑在對面 美惠第五次過溪中 今天穿短筒 比較不敢踩水 真的 OK 安全通過 漂亮的大更新 路徑旁美麗的巨石 這森林也好美喔 沒錯 又有彩彩的流水深 又有陽光灑落林間 美惠你又休息了 這是九球樹 你要爬樹嗎 沒有 喉不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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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九球這麼滑 沒錯 11點50分 這已經來到 一號麻眉樹 那我準備要過溪 又是一個美景 走走走,來去看 趕快去看 第六次過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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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溪中 安全通過 上次往玉女間 那我們不取 路徑下來 這是我們下來的路徑 發現 這邊又有一個點 叫做乾路鋪 我們過去看一下 是一個美麗的滑鋪 現在12點06分 我們離開乾路鋪 這邊是巨大的延石區 往哪裡呢 就剛剛講的 左邊往玉女嶺 它叫玉女嶺跟 明月鋪 對 目前要橫越 明月鋪下來的小溪流 十二點十分 十二點十分 經過路徑旁的巨石 實在是想不透 這個森林裡面 怎麼會有這麼巨大的石頭 在路徑上 十二點十二分 抵達往明月鋪 金銅嶺唱 金銅嶺 金銅嶺跟剛剛的玉女嶺一樣 金銅嶺跟剛剛的玉女嶺一樣 是接近90度的抖身路徑 這裡是過金銅嶺路岔後的休息區 有一個蠻寬廣的休息平台 已經有三友在休息了 我 就是你啊 沒有 吃肉很 broad 吃肉都很平欸 真的 以及玩水的好所在 對 對 離開美麗的舖步休息區 旁边树上的指标标注的离出口跌30分钟 入境旁的碟石指引了山泳 下溪畔玩水的入境 清凉 这是九穹树双胞胎连体因吗 哇高耸入天超巨大又茂盛 哦哦哦这么高 12点22分经过石措遗址 石措遗址 李达六字真言 看不看不看不 现在时间12点25分 我们要离开这六字真言 离开六字真言的下方 有一个美丽的池子 有人把它命名为许愿池 美丽的三龙眼云斑鹅 就爱着大豚西古道 连着西畔清凉而行 夏天来走就对了 满满的芬多荆棘副离子 山友们超有创意的老 对 还可以叠成这样的形状 没错 过小溪见 现在12点40分 我们去往山崽桥古厝的方向 第七次过溪 过完这个溪就会上街到 大豚西古厝就接回马路游 现在时间12点48分 回到大豚西古厝了 所以是回到人间的概念 是的 果厝里面比较泥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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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还有彩丶 布厝还蛮大的 这是古厝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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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在白茴的中间 到白茴的中间 在白茴的中间 这部这部是什么 这是古厝的内部 这是古厝的内部 前茴的中间 々是老师的内部 这个水平 在古厝的旁就有一個這個指標 鹿角坑生態保護區 那如果你要進入都要申請 這中間除了甘尾輪山 青峰輪以及長湖山 如果你只是到這裡就不用申請 那只要更深你就需要申請 就像我們樂活玩童一樣乖寶寶 對我們今天就有申請 有一段是在生態保護區裡面 避免受罰三千塊 了解 感謝美惠老師的分享 好謝謝你 那我們就循著馬路下去了 好下課 走吧 你看大屯溪不錯 這是踢馬路 踢馬路下來一樣有縮層的 步步美景可以欣賞 我們這一段馬路踢了15分鐘 那就回到了主幹道上 那續行的右手邊就是我們今天早上的停車的地方 那就認這邊有兩個很大的那個儲水塔 那一般的山友如果不像我們O型走的話 就會從目前這個標牌 我們在圓山里101010朝紫坑58號 的馬路上去就到剛剛影片的 大屯溪古厝 那因為我們今天是走O字 所以我們沒有從這邊上去 我們現在要再要續行馬路 到我們的停車處 指標牌 往前大概 30公尺 就是我們早上的停車處 就是我們早上的停車處 1號1號 那沿著大屯溪古道一直出 出到剛剛影片的公路上 那就完成了一個O型 因為我們進到西北峰 所以必須申請 那您也可以不要 不申請就是走到丹尾人山 可以繞到大屯溪古道 也是一個小O型 也不錯 而且大屯溪古道 超推超推 滿滿的負離子 分多金 一定要下載軌跡圖喔 因為很多走法 對路徑也很多的插路 一定要下載軌跡圖喔 謝謝您的觀看 掰掰 謝謝三神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以及分享喔 那我們就下個山頭見 掰掰